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攻击影片 宣称被俄军包围了一个夏天的沃尔昌斯克古料场 经过武装部队的连日进攻 终于重新回到乌军的控制中 同时清理了周围大约30床建筑物 经过确认占领区内的俄军不是被歼灭 就是仓皇撤离 乌克兰情报总局虽然没有说明行动细节 但是战斗非常激烈 有消息称乌克兰的特战八团 甚至和俄军的第45竟为特战旅发生竞争肉搏 才迫使防守部队撤出场区 另外乌军在行动前还使用了黑黄蜂无人机搜集情报 掌握俄军的动态之后果断出击 顺利完成收复骨料场的任务 乌克兰的军事布洛克也补充 除了沃尔昌斯克的骨料场之外 东北方的季赫也有交火报告 战争研究所引述顿内斯克武装部队发言人巴苏林的讲法 宣称俄罗斯北方战术集群正在发动地面攻势 乌军受到兵力和装备的局限 前沿战况并不乐观 部分据点已经落入俄军的手中 但是这则消息并没有得到乌克兰官方的回应 战火好不容易才平息的哈尔科夫 现在又成为俄军空袭的目标 州长西涅古伯夫指控俄罗斯使用华翔炸弹 至少攻击了四个行政区 其中一枚炸弹直接命中这床九层高的住宅大楼 造成三人丧生 34人轻重伤 而且三楼到八楼几乎全毁 救援人员担心部分住户受困在瓦裏堆中 这位逃过一劫的老爷爷说 空袭之前几乎没有预兆 直到炸弹爆炸后才惊觉这是一次空袭 哈尔科夫安全部门根据目击者的说法认为这是一次无差别的报复行动 研判俄军是想借由空袭哈尔科夫的方式 迫使乌克兰把部分在前线的防空单位移转到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强化哈尔科夫的空防战力 尽管以乌克兰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样的概率几乎是微乎其微 但是俄罗斯的算盘也是精打细算 乌克兰动与不动都会让俄罗斯蒙受其力 要是动 那么在沃尔昌斯克的作战单位 显然会因为少了空中防卫 而增加了地面部队进攻上的风险 如果不动 那么来自于俄罗斯的空中洗扰 就可以更放心地持续打击哈尔科夫 而不必太过担忧执行任务时 会遭到乌克兰防空网的阻碍 反倒为乌克兰制造出另一个两难的抉择 再把镜头转到更北面的库斯克战线上 目前俄军的态势也已经非常明显 俄军持续游西向东推进 尽量压缩乌军的战场范围 战争研究所的情报显示 克雷内沃东侧 俄军至少在奥尔哥夫卡 马来亚洛基亚 刘比莫夫卡 托尔斯泰格鲁 及奥布霍夫卡等五个定居点站稳脚跟 虽然乌军多次在这五处地点尝试突破 但是都被俄军的强力反击给推了回去 而且俄军又在达里诺 以及斯维尔德利克沃取得进展 距离控制乌军重要补给线 阿里科苏公路只剩下不到一公里 而且都在俄军炮兵火力覆盖的范围内 换句话说乌军的补给线 只能利用苏甲到利哥夫斯基这条高速公路运输 对深入到克雷内沃周边的乌军来说 已经难以达成快速补给 快速推进的目标 不过乌克兰军方宣称 前线部队正在卡梅什福卡方向推进 同时取得一定的进展 另外乌克兰军事专家纳佐日尼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认为 截至目前为止乌军部队在库斯克的行动仍旧稳物推进 比我双方并没有激烈攻防的迹象 尽管乌克兰部队的推进速度不像行动初期那么惊人 但是各部队正在当地有序地执行新一波的任务 至少目前看来整体发展达到军方预期的效果 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 预料乌军在今年年底之前会继续留在库斯克中 另一方面他也对英国卫报报道 俄罗斯早在好几个月之前 就获悉乌军意图攻入库斯克的消息做出评论 他认为俄军很难不注意到乌克兰部队在苏梅地区的动态 因为俄罗斯不断派出小股侦察部队渗透到这里 并且搜集各种情报 尽管俄军猜测乌克兰有可能在边际展开小规模洗扰 但是事实证明乌军最后的行动常常出乎俄罗斯的意料之外 他认为俄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乌军会以快速机动的战术 直接进入俄罗斯境内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军方频频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据点 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中指出 证据显示至少有三座弹药库遭到乌克兰的神风无人机袭击 造成巨大损失 报告更进一步分析 大批弹药被俄军露天摆放在轨道车周边 凸显后勤单位在库存管理上纪律松散 只求运送方便却对安全问题置若罔文 而且这么重要的军事仓库附近 竟然没有足够的防空系统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乌克兰能够针对俄军的缺失加大打击力度 不但能够影响俄军弹药的调度供应 还能扰乱前线部队接收弹药补给的周期 降低后勤运能 俄罗斯布洛克也发文批评军方工作态度散漫 缺乏安全意识 万一乌克兰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意 允许乌军使用长城武器精准打击重点军事设施的话 将迫使俄军缩小弹药库规模 分散存放地点 这会严重削弱俄军战力 甚至出现战局逆转的可能 奥医生的不理解 不仅仅是今天 是日本明天 我们要乱临重剧 不在决定 什麼�患丰心 因为奥医生的电关 不贵人 每天 目指引人认识 不是这样做护级 不正事 只在冬季即将到来之际 乌克兰国内及欧洲多国 也高度关注能源及基础建设 遭到破坏的严重性 欧盟最高外交决策官员 博瑞尔就说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统计 俄军持续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 已经让乌克兰损失了 供应冬季高峰所需用量的三分之一 而且有情报显示 俄罗斯的目的是要瘫痪乌克兰全国 60%的电力及供暖能力 如果这个意图实现的话 乌克兰将要面临 如何度过冬天的掩护考验 因此他呼吁盟邦 除了提供军事援助之外 还要协助基辅当局 修复并提高用电的生产能力 尽管西班牙已经提供乌克兰 7部发电机 以减轻乌克兰冬季电力供应不足的压力 但是有些的设备还是杯水车薪 就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才刚宣布一项价值350亿欧元的贷款计划 协助乌克兰重建基础能源建设 不过这项财政支援 究竟能不能为乌克兰带来迫在眼前的帮助 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有情报表示 即便下期公事已经结束 但是从俄军又开启 狐狸达尔之战的情况来看 显然莫斯科方面早已拟定好 持续不断的军事作为 借以拖延乌克兰恢复重建的速度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